如实之心 功德不可思议 若能一发此心 便能勤进 无时以来 生死于诸有的沉沦 这就是解释 若能一发此心 勤无时生死于诺 念了这几句话就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一听就懂了 若能一发此心 菩提音一发 你就能够勤进无时以来的生死 于诸有成人 诸有成人就是六道轮回 你就能了生死出轮回 根以功德回向菩提 定能上增佛果 你把你这些功德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无上菩提 你就正的无上菩提 正的无上菩提就是正的佛果 所有功德绝不堂尽 堂尽是损失 你所有的功德绝对没有损失 不堂尽一损失也不会消灭 道着大肆 此语 他老人家这些话了 直接道出菩提心的功用 超出情境 微妙难死 道着大肆是什么人 如果不是明心尽信的人 他怎么能说出这话来 明心尽信 我们一般就称他是佛了 不是佛他讲不出 只有佛才能说得出这些话来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确确实实超出情境 情是有感情的人 也就是他有分别执着的人 这叫有情嘛 有情众生 绝对没有这种见解 他超出了 超出六道 超出十法界 六道十法界里面的人 没有这样的见解 菩提心有这么大的作用 如果说是你自己想发菩提心 我从哪里发起 大师这个地方呢 这住节里头有几句话 你从这个地方发起 雌性广大周边发解 你从里面发起 你心量还小 这个人不容他 那个人也不能容他 那你就知道 你没有菩提心 你念佛念得再好 不能往生 首先要包容 要平等 我的心对待人不平等 这个我喜欢 我讨厌他 这不行 这不能往生 你从这个地方 细细去反省 你就晓得了 你有没有发现 你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你具不具备 极乐世界的条件 你就知道了 慈心究竟 究竟是 等若虚空 究竟两个字的意思 没有妄想分别之主 这就究竟了 菩萨 没有分别之主 有妄想不究竟 佛呢 妄想没有了 这叫究竟了 这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生活里头 工作里面 厨师带人 接物里头 学 学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能办事吗 办事非得用心啊 这能办事吗 能 而且办得非常圆满 齐心都念办事 往往后头还一疲惑 为什么呢 真心嘛 真心充满了智慧 真心办事是智慧 我们通过思考了 通过思考是知识 现在人学的是知识 不是智慧 知识办死 办出很多披露出来 后遗症一大堆 为什么 心不清净 你想想看 清净心是阿罗汉 跟阿罗汉都不能比 平等心是菩萨 大车大悟心是佛心 我们现在齐心动念里面 妄想分别 这支通通队友 你能 没后一阵吗 不可能 为什么 你想的不圆满 想到这里 那一边忘掉了 想到那边 这一边又忘掉了 唯有智慧 不要通过思考 面面周到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